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 胖城海的球鞋生活 今天很高兴又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期视频 是我一些买鞋的一些经验上的分享 那么今天主要要给大家讲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很多朋友问我 就是在Adidas的官网应该怎么样买才能提高自己买到鞋的一些几率 那么的确我也在Adidas的官网上是买到过不少的这个叶子的鞋子 当然我跟很多朋友说 其实买鞋第一心态要放平 第二其实就是一个几率的过程 其实你每次不断的去尝试 总是可以买到的 不要觉得好像不太公平 都被机器人买走了 或者被鞋贩子买走之类 那么我就觉得你只要一直努力的一直去尝试 你是肯定迟早都会买到的 这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 那么第二也是有很多很多朋友问我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设置这个谷歌浏览器 这个Chrome浏览器的一个AutoFail 就是一个自动填充的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我后面也会花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讲一下这个AutoFail怎么弄 那么现在我就开始 那么首先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Adidas这个官网 我平时是怎么去买鞋子的 那么adidas.com 然后我们新西兰这边呢 你是要在这边去搜索这个Easy才能进入到这个Easy发售鞋子的这样一个界面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Adidas.co.nz 斜杠Easy 那么这个界面会在24号早上9点钟的时候呢发售这一双 这个叫Bone White这样子一个配色 那么首先呢你需要把这个地址复制粘贴下来 那么你们Ctrl-C或者Cmd-C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你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你需要提前在你的谷歌浏览器上面添加多个用户啊 那么多的个用户是怎么样呢 首先第一点你是比如说像我现在在用的自己的账号在这边啊 就是你的一个谷歌的账户 那么你其实理论上的是可以在管理用户啊 可以添加更多的用户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有123456788个用户是我自己添加上去的 那么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是因为如果你用电脑的浏览器啊 你再开一个谷歌浏览器 还是你自己这个账号啊 那么你开N个的话 那么他们都是共享的IP 他们的IP地址是一样的 所以会造成什么呢 如果那么举例说啊 你开了9个窗口啊 在等这个椰子鞋的发售啊 9个窗口都在那个赚在等待啊 等待进入购买的页面 只要有一个页面进去了之后 别的页面也会同样的跳转 因为他们是共同的IP啊 所以你一个鞋子添加到购物车买完之后 别的窗口也不能买了啊 也会默认为已经完成了一个付款的状态啊 那么你还是要回过头去重新排队啊 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它是不同的IP地址呢 你就需要用这个账户管理啊 那么我给你们简单看一下 你先要点这个管理用户啊 然后呢你需要用添加用户 你可以现在添加用户9 随便给他选一个这个头像啊 添加上去啊 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 你这边现在就是会有12345678 然后这个就是第9个 再加上我之前的那个自己的账户啊 所以说呢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去打开这些啊页面的话啊 打开页面 你看我现在在打开用户2 打开用户3啊 打开用户4啊 他们都是独立的IP啊 所以只要你一个账号进去的话 别的账号还是继续在等待进入的这个权限啊 进入的购买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啊 所以有可能你如果运气比较好的话 你一个账号进去的话 然后你完成付款买到鞋子的话 别的账号还在等 说不定等完了之后又有一个可以进去 你有可能你会有机会买到第二双啊 那我之前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有一次是运气非常非常好 是当时在发Beluga 2.0啊 就是我们的灰尘2.0的时候 我是在store里面抽签有中一双 然后在官网有买两双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买到的 就是一个买完了之后 哎另外一个也进去了 所以说又可以买到一双 当然那只真的是运气非常好 那这些都是运气话话 然后呢 刚才我们已经复制粘贴了这个连接地址 你把它打上去啊 打上去 每一个你打开的窗口都把它打上去啊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一共开了多少个 所以在都打上去之后呢 你把你的所有的窗口都平铺开来啊 那么我现在一共这边有六个页面啊 那么到时候发售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他是会告诉你啊 你现在正在房间等待啊 我们会啊 我们会啊 randomly啊 允许你进入到那个购买界面让你们去买啊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就安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啊 那么当然如果啊你是不同的平台你是 pc或者你是 mac啊会有不同的平铺的方式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平铺这个东西啊 那么还要跟你们讲一个什么呢 就是大家问到的这个autofile autofile的部分呢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点到自己的这个头像里面啊 然后选择这个地址和其他信息啊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地址呢是可以选择添加的啊 那么名称就是你自己的名字啊 比如说我叫Alex 从然后这个组织的部分其实你并不一定需要填啊 然后呢地址呢我就随便写一个九千九百九十九号 然后我家的地址 Barklands Beach Road 然后区域 Barklands Beach 然后城市 Auropeland 游边2012 然后呢国家 选择新西兰 手机号码我也随便乱填一个 021999999 好吧 你没有地址我就不填了 然后你把它保存下来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个添加的一个地址啊 现在我们做一个什么测试呢 我去到 Footlocker.com Footlocker它的官网啊 然后你进去 当然这是美国的官网啊 它也可以邮寄海外的啊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添加一双鞋子 check out 然后到了这个界面的时候呢 理论上你需要花很多时间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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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这些东西啊 那么我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只要点一下 国家他帮我选到了新西兰 然后呢 名字 Footest name Last name 然后我的家庭的地址 游边 城市 手机号码 全部帮我填好了 有可能 我只需要做一些略微的小小的调整 那这样子帮你省掉的是很长很长时间的打字啊 然后你再 一步一步做下去 到payment 把你的信用卡也可以提前的添加进去啊 然后完事之后你就快速的可以完成浮款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谷歌浏览器 它的一个特性可以快速帮你填充这些资料啊 然后呢 你也可以在这边添加多个啊 比如说一个啊 自己家庭的地址啊 或者一个啊 你们工作的地址啊 甚至于像我啊 会有一些海外转运账户的地址 你们都是可以添加上去的啊 那这样子呢 到时候你想把它寄到哪个地方 只需要在上面做一个选择 它也会快速的填充上去啊 那当然根据不同的网站 它的啊 就是地址栏的结构不同 有的时候你是需要一些微调的 千万记住啊 每次都要看一遍 不要脑子也不动 就直接填完了就付款啊 这样子有可能最后你的地址出错 会造成砍单 或者会造成啊 你的东西永远寄不到你手里啊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小心使用这个东西 多啊 多检查一下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啊 希望我今天给你们分享的两个啊 技巧是也是我平时在用的两个技巧是可以帮到你们啊 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转发跟点赞啊 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将来我的频道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更多这种买鞋子 买Easy或者买Jordan鞋子的一些啊 技巧与分享啊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